接下來我們來關注一下 有時候在地鐵站 關心自己的安全 也幫大家 別人來看一下好不好 如果發生緊急事件的話 緊急按鈕 趕快幫人家按下去 上海地鐵市1月22號 發生了恐怖意外 一名女子下車 被月台的安全門夾住 結果占物人員要來協助處理 但是居然處理失敗 她沒有及時的阻止列車開動 造成這位女乘客最後不幸身亡 穿著紅色衣服的乘客 她一開始是半個身體在月台上 占物人員跟民眾很緊張 用手去拉她 結果沒想到 後來列車居然還開走了 她就這樣子被拖行 最後傷重不治 那麼這一起意外是發生在 上海地鐵的15號線 有網友認為 這意外主因可能是 列車車門跟月台的安全門 應該有紅外線感應 結果她被夾住的時候 根本沒有發揮正常的作用 那麼結果占物人員 也沒有先按停車緊急的按鈕 等到列車都已經開走了才按 早就已經來不及了 至於肇事責任 相關部門還在進行調查 來看軍火片來了 硬核片 美日 美國日本 最近在南海 又進行了一場大規模的聯合軍演 這影片才公布就傳出F-35C的隱形戰機 降落航母甲板的這起演習意外 發生了事故 造成了七個人受傷 那麼美國除了跟日本軍演秀肌肉 同時也隔空喊話 炮火猛烈 由這個駐日本大使發文 暗批大陸跟俄羅斯 但是大陸外交部也強烈的回應了 抨擊美國跟日本是 你們用外部勢力 企圖干涉大陸內政 五個航母級戰鬥群在海面上一字排開 軍機從上空呼嘯而過 這是美國海軍公布 美日南海聯合軍演畫面 場景壯觀震撼 美方派出兩艘航空母艦 凱爾文森號與林肯號 及兩棲攻擊艦 艾瑟科斯號及美利堅號 加上日本的準航母日向號 五個航母級戰鬥群在南海大秀肌肉 不過照片影片公布後 一架美軍F-35C隱形戰鬥機 在降落凱爾文森號甲板跑道時 發生意外 雖然飛行員彈射逃生 但也造成了欺人受傷 也是F-35機型再度發生意外事件 不過美日除了在軍事上圍堵大陸 外交喊話同樣炮火猛烈 新任美國駐日大使易曼紐 雖然沒有直接點名 但是提到強權政治 暗指大陸俄羅斯威脅到了民主秩序 而日本朝日新聞也以大陸因素與台灣為題 分析大陸透過軍事施壓 以及把台灣排除在國際社會之外等手段 並且在台灣製造 兩岸統一的輿論和政治勢力 以達成不佔奪台的目的 每日領導人會晤 在涉華議題上都是老調重談 這再次他們再次對中國無端的抹黑攻擊 粗暴干涉中國內政 嚴重違背了國際法和國際關係基本準則 中方對此表示強烈不滿 堅決反對 對於美國與日本的挑釁 大陸不甘失落 連續兩天共派出52架戰機出海演練 進入台灣西南防空識別區 24號甚至派出最近才加入解放軍空軍的殲16D 也同樣亮相 台海南海情勢升溫 緊張氛圍已經不輸烏克蘭的邊境危機 中天新聞綜合報導 日本人多派出所 的營業 年紀錄 前千步 運散